感谢您对Aviv Tarot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不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Aviv Tarot 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就是有关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讯息 看看有什么样子值得期待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现在有四组牌 一二三四四组牌 然后呢 你们选择一个你们最有感应的一个牌组 然后如果你就是单用这个 数字选不出来的话 第一个我们用的是这个 Red Jasper的这个石头 OK Red Jasper 为什么不能focus C'mon come on come on OK 然后再来是这个Carnelian OK是二号 然后是这个Yellow Adventurine 三号 然后是这一个Adventurine 绿色的Adventurine OK 好 就是这四个牌组 你们来选 然后一样这一次的话 我们用的会是这个Fountain Tarot 然后用这个Romance Angel Oracle Cards OK 好 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来选择的话 可以暂停影片 时间轴的话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还有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的地方 以及直接时间轴 现在就可以看得到咯 OK 好 那么我们要从第一组开始咯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号牌组的话 我们先来看 先从工作吧 我们可以先从工作开始看 如果你现在是上班族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值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东西就是一个看一个general trend 未来七到十天的一个 Night of Swords OK 突破 OK 这是什么 宝剑骑士 一种突破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是 宝剑骑士通常讲的 它就是非常的快速的去 做一些突破啦 做一些闯荡啦 OK 还有呢 宝剑骑士通常讲的都是跟我们的这个 思考还有这个沟通的方式 OK 所以宝剑骑士的话 我认为 快很准其实也是一个 当然啦 通常大家讲快很准可能是 宝剑皇后之类的 可是宝剑皇后是比较是那种calm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会讲话 可能会有点 让人家听得不太舒服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宝剑骑士倒不是 它只是想要把事情做好 做完 然后非常有效率的去解决东西 Right 让这件事情可以往下走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我认为在工作上面的话 你可以就是采取比较像宝剑骑士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我只是想把东西做好 然后用最有效 最能够让对方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方知道你怎么样子可以 就是好好的沟通 然后让把事情做完 Right 用最快速的方式把东西做完 那宝剑的话 通常我会认为就是 你要注意一下口舌的部分 OK 注意一下口舌的部分 是非口舌是非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下的 OK 好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学生的话有什么样子要注意的地方呢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未来七到十天会很忙碌 忙碌的不得了 可能要同时间做很多的事情 同时间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 每一次只能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话 你可能未来七到十天会非常的frustrated 就是哇 你可不可以让我先把这件事情做好 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没有未来七到十天 就是你必须要同时间处理很多东西 所以要能够一心二用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就可能会让你会觉得 顾这个顾不上那个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有一点心烦 那Two of Coins通常也是讲的很忙碌的意思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在学校课业可能会非常的忙碌 而且必须要一心二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要找工作的话 TOO MANY 是要一心二用的 不是 如果你现在是要找工作的话 一心二用是这个 要找工作 找工作是Three of Coins Very nice 跟人家一起合作 OK 找工作 金币三 会有找到跟你目标一致的工作 而且对方是很希望可以跟你一起合作的 OK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跟一间公司 可能会觉得 我就是为了钱而已 就是打一份工啦 随便啦 只要可以试上就好了 那但是这一个的话 我会觉得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找到的工作可能就是 是你想要做的 而且对方也会很想要跟你一起合作 而且你们有共同的共识或者是目标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这张牌我觉得 找到工作的机会其实是高的 而且会是你喜欢 或者是 而且甚至我觉得 我觉得在酬劳上面 也不会算是太亏待你的那一种 OK 好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 会不会有破财的可能性呢 有没有破财的可能性 这张 Two of Swords OK 可能 只要有保健牌 通常就是会有一点 会有破财的可能性 那但是 不过Two of Swords这张牌 我倒是觉得还 还OK的原因是因为 会有些迟疑 会有一些想要思考 还不太确定 所以这个破财的话 不是那种熊熊猛猛的那一种的 可能你会思考 会想一下 OK 会想一下 会思考一下 但是还是有破财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点 OK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是不是合作投资呢 投资运怎么样 看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或者讯息 给你们的 投资运 投资运 我拿七到十天 投资运 这张 哇 投资运非常棒 是一个适合去投资的时机哦 Empress OK 皇后牌 皇后牌通常讲的就是一个富足风浴的一个时候 而且它站在水里面 我们不是你知道 我们讲的就是水 就是财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未来七到十天很适合去开始管理你的钱财 或者想要做一些投资的话 很适合哦 Empress也是精心守护的 OK 精心跟金钱观 跟享乐享受都有关 所以我觉得 金钱观啦 主要是跟金钱 跟财 OK 所以非常适合投资哦 而且三号牌 这个皇后的三号牌通常是适合开始去做什么 而且会看到有一点点收获的部分 所以非常适合投资 未来七到十天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爱情运的部分 爱情运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爱情运的部分 第一个是单身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Oh very soon 很快能够脱单 OK 但是你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脱单的可能性很高哦 然后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是暧昧的群组 你们的感情运是怎么样子的呢 感情运 这张 Soulmate 这个有机会可以 就是这个感情有机会升 升 是什么 我要讲升等的 好像也不太对 就是会更进一步 OK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是暧昧的状态的话 你们就是Soulmate哦 就是会感觉很有心有灵犀 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稳定交往的话 稳定交往这边是 Worth Waiting For Divine Timing Is At Work In Your Life 稳定交往也许你们现在有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你们在等什么 好像你们在等待某一件事情 想要做一些事情 看一下 Clarify 这张牌 这张牌 稳交的 OK 等待 可能你们很想要做某一些事情哦 但是 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做 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或者是财务上面的一些部分哦 所以让你们没有办法可以去做 你们很想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如果想要出游啦 或者想要吃好一顿好吃的东西啦 在吃大餐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们想要做过的一些 做的一些事情 或过的那样子的生活 可能现在因为工作 或者是财务的状况的关系 所以需要再等一下下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就是一个等待的时期哦 不要太过心急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断联的状态的话 我们看一下 有机会复合复联吗 分手断联的群组有什么样的讯息呢 Deception OK 分手断联的群组 这边出现Deception 是欺骗跟欺瞒哦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想要复合复联的话 可能不是那么适合哦 对方有可能 如果对方真的回来的话 他也不是真心的哦 所以你可能要再观察 不要太快就是太高兴的太早哦 所以这个部分 复合复联的群组可能要比较小心哦 那不然就是这张牌 我也会认为是复合复联的机率比较低 但如果真的有复合复联的话 你要搞清楚对方到底想要从你这边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可能 骗财骗色之类的 所以要小心哦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我们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们选择的是二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先从工作运开始看哦 工作运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有什么样子的信息 如果你现在是上班族的话 上班族的话要什么东西要给二号牌组呢 未来七到十天 OK 上班族 有三张牌 Let's take it all Magician Night of Coins Three of Coins 未来七到十天哦 你们能够实现 你们想要实现的很多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具备了 Magician 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具备了 只差你去行动哦 OK 只差你去行动 所有的事情都预备了 而且Night of Coins 你就是慢慢的去实现你想要的东西 这边是金币哦 然后又是Three of Coins 一起 我觉得你身边是有想要跟你一起合作合伙 或有共同目标的人 Right 金币牌都是金币牌 所以非常好哦 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面 而且这两张牌都是Three of Coins 一起合作共同目标 Night of Coins 慢慢的 OK 只要你有去努力 就会有收获 它可能不是最很及时的 但是 只要你一直坚持不懈的话 你就会可以看得到收获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非常适合去开始很多的事情 而且勇敢的去开始 Magician 不要想说不行啦 不可能啦 OK 去开始做很多东西 然后坚持下去以后 你身边是有 可以找到跟你一起共同目标的人一起打拼 你们会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 这个收获 OK 钱 我觉得也有钱的部分 未来七号十天也有可能 A 你们会有那种 我不能说一定会有什么 加薪的部分 但是 我觉得是往这一条路上面走去 就是让你可以 你会越来越有status right 你地位越来越高 然后 金钱慢慢的在 累积当中 实力在累积当中 好 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学生的话 我来七到十天 学生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们是 9 of cups 跟7 of wands 全账七 全账七通常讲的是一种 你要努力去争取你想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9 of cups 这一副的9 of cups might interesting 他坐在水里面 然后在看 然后杯子在头顶上 cups都是在讲感情 或者是情绪上面的 我觉得未来翘十天 你们的情绪应该起伏还蛮大的 OK 情绪起伏有一点大 9 of cups 通常如果在讲一些 就是 骑士都是有 也是有一种offer 然后如果伟特牌 通常是真的是有一个什么样子的offer 在里面 不过这一张牌看起来 它是比较就是 这一副牌 它是坐在那边等待的一个东西 然后心里面的 你看是像瀑布一样的这种感觉 当然它是坐在上面这边瀑布 然后坐在中间这个比较平稳的地方 然后下面又是瀑布 所以你看都是这种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在楼梯上面这样 然后fighting 所以未来翘十天感觉 未来你们在学业 学校上面的话 蛮多的就是心情我觉得是蛮复杂的 而且你看又是火跟水 有点那种 很水火 我们通常都讲不容嘛 对吧 就是也许你很想要做某一件事情 然后必须要被别人 就是也不见别人 但是你可能不太能够做 所以心情不是很爽 或者是说你特别想要去做什么东西 可是 嗯 那被别人 会有一些什么 呃外在的一些原因啊之类的 变成你迫使你需要去比较沉沉定下来 总而言之 我觉得心情里面 未来翘十天心情是蛮复杂的 做很多东西 然后感觉上面是会有一些阻碍哦 权杖期通常是有一些阻碍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必须要为自己站起来 然后去fight right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 不是不是想要就是 嗯 不想要跟人家起冲突啊 或什么的话 可能也不是那么适合 OK 如果你真的是有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可能你必须在未来七到十天 为自己站出来 然后去争取哦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 别人就觉得 哦你你都OK啊 你无所谓啊 那就是那就是这样 那你可能你心情可能就真的是不怎么样 right 好哦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我抽下的是 9 of cups 跟page of cups 有新的offer哦 OK 9 of cups 通常讲的是美梦成真很开心的感觉 nice page of cups 是让你很高兴的一个offer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找到工作的几率也是高的哦 而且是让你开心的 OK 让你开心的 嗯 我不能说他一定是什么很高兴啊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 可是我觉得是你会喜欢的工作 OK 好哦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未来翘十天财运的部分是怎么的一个状况呢 财运 有没有可能财运的部分 这是破财的可能性啊 哇 二号牌你们都是两张牌一起掉 Ace of swords 跟9 of coins OK 有点互底的感觉 Ace of swords 因为出现的是保健牌的话 通常都是会有一些 嗯 状况 OK 可能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 但是这边又有9 of coins 代表是能够自给自足 所以我会感觉哦 如果你要 既然要破财的话 你不如花在工作上 花在 尤其如果你是 嗯 比如说你是 更是自由业啦 或者是你想要自己开公司 或者是whatever 这就有点像是你想 你必须要 对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未来7到10天 与其你这张 因为Ace of swords 这张牌是有破财的可能性 你把它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增加自己的价值 OK 我觉得可以破除一些 破财的可能性哦 你把破财的 这个可能性 放在自己的身上 去把自己的价值跟智慧 跟技能等等 Right 投资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会挺好的哦 OK OK 或者是因为你需要去花钱去 我觉得你如果即使要花钱的话 因为9 of coins也讲的是足够的钱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那种破财的可能性 我觉得也是 可能是为了要去突破某一件事情 让某一些事情能够有一个进展 或者是 我看一下 增加真的是智慧啊 或什么Source 跟我们讲的思考啊 学习啊 沟通啊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适合投资在自己身上 那我们之后来看一下呢 这个就是用这个这副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宿舍投资哦 投资5 of Wands 竞争很激烈哦 未来7到10天 投资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 变数很大 OK 很多的变数 变数很大 这个竞争激烈 不是那种小人的那种竞争激烈 就是一个大家都明着来的一种竞争 所以市场应该蛮活跃的 如果你想要去投资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这只是要注意 起伏有一点高 有一点多 或者是低的很低高的很高 你的可能每天心情在坐 云霄飞车的那种感觉 但如果你想要投资的话 我觉得也OK 至少市场是热的 right? it's hot 好我们来看一下 爱情运的部分哦 如果是单身的朋友 未来7到10天脱单的可能性 Let go of control issues 我觉得 嗯 未来7到10天 有可能 有机会遇到对象 OK 有可能遇到对象 但是你有点控制欲太强了 你会很想要控制这一个 这一段 嗯 这个 关系要怎么样子走哦 所以 所以 这边讲了 Leg of control issues 不要就是让他能够自然的发展 不要太得失心太重哦 不要得失心太重 嗯 我觉得未来710天 是有机会可以遇到对象 但是 可能你会特别的想要 特别想要怎么样走 或者是对方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表现 之类的 right? 那你就会很失望 嗯 或者是说 对某些就是 说 我我可能特别想要 哪一种样子的对象 所以你就是 所以你就会看每个人都觉得不不符合 不不不不像你想象的那一种 right? 所以如果是你是那一种的话 那可能未来710天 这你就不容易遇到对象 因为你就是一直有一种想象 你现实跟想象永远比不上 right? 所以 特长可能性就会偏低 但如果你真的有遇到一个对象的话 好 那么这个对象可能还是要跟你想象的 你就会觉得 他应该要这样应该要这样 谈恋爱应该要这样 喜欢我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 每个人不太一样 所以 就让他顺其自然的发展 right? 放轻松 好 未来710天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 暧昧 right? 暧昧的话呢 是trust OK? 这边是trust 你们现在暧昧的状态 需要你们 相信 OK? 相信对方 或者相信自己是有魅力的 OK? 对方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了 这样子 所以也是有一种就是 顺其自然的一个状态 OK? 相信 然后就 就顺其自然 你们现在如果是暧昧状态 这张 哦 unrequited love 嗯 未来教学生如果你们是稳教了 抽到这张的话 你可能也是 二号牌组好像都特别的想要 control一些事情 就是对方会不像你理想那样子的一个状态或状况 这边unrequited love 并不是说对方不爱你 但是可能你会觉得对方的表现是不爱你 right? 你就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 然后可是你为什么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right? 这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种五种爱的表现的那个 那本书 因为每个人的这种爱的表现跟喜欢或表 对啊 爱的表现就是觉得这个是爱的表现 以及自己会给出去的爱的表现是不太一样的right? 所以如果你们不是同一种爱的表现的话 常常我明明是爱的表现但对方就没有接收到 就会有一种误解 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那当然当然选到二的有可能的确你们的感情 现在可能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开始越来越淡 这个也是有的哦 所以你们对应看看你们是哪一种哦 OK? 但也有可能真的是爱的表现的差异 所以我建议可以去看一看这本书 我记得它好像有翻译成各个不同的语言的 right? 英文的话是five languages of love 中文的话好像是五种爱的语言好像 好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分手锻炼的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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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could be the one that's finances and career 分手锻炼的群组 分手锻炼的群组哦 有可能你们分手锻炼的对象是你们 就是真的是很多方面是很契合很符合的 但是问题现在是在于工作还有财务的状况 所以有可能你们是被逼的不能够在一起啦 因为就是有点像是那一种 食肌味道 有缘无分的那种感觉 至少目前是这个样子 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如果真的是有缘人的话 我觉得等到他的工作稳定啊 或财务状况稳定啊 也许你们还有机会可以重新在一起 但未来七到十天的话 我觉得因为财务或者是工作的状态 就工作的关系 所以可能你们没有办法 现在在一起 好未来七到十天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好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如果你们选择的是三号牌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讯息是什么 那我们第一个来看的是工作的工作运的部分 如果你现在是上班组的话 好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的工作有什么讯息 Woo Nine of Cups 开心开心开心 这张牌子已飞出来喔 还被接触了 你们能够抓住开心的部分 未来七到十天 心满意足喔 很多事情可能还蛮顺的喔 在工作上面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棒棒底有没有在工作上面 OK如果你现在是 OK我们先看到 Nine of Wands 如果它又飞出来的话 就是Meant to be 我们现在是要看 这个是什么 学生的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有什么讯息 学生的部分 Ten of Cups 也不错 Ten of Cups 开心 Nine of Cups Ten of Cups 如果未来七到十天 你们是学生的话 Ten of Cups 也是这种圆满的感觉 但十号牌 通常都有结束跟开始 双重的意思喔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就是非常的开心 但是 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循环的部分喔 所以 可能有一些东西要重新开始 然后你能够得到 你想要的那种结果 但是 但是马上就要开始 另外一个新的旅程的那种感觉喔 所以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也是开心的 只是同时又 有一点淡淡的悲伤 因为 要可能 我们要say goodbye to一些旧的东西 right 然后 熟悉的东西 然后 要布上新的这种旅途上 ok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喔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喔 我们要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给你们呢 ok 找工作的话是 Woo Devil ok 这张牌喔 很有趣喔 在工作上面的话呢 通常 恶魔牌 因为它是跟摩羯座有关 都是在讲 工作 摩羯座就是代表工作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 其实是能够找到工作的喔 所以不要看到拿到恶魔牌 以为没有工作 但是 我觉得未来小时天 找到工作几率是大的 只是这个工作 会需要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喔 第一个 有可能会让你有一点束缚感 跟 捆绑感的原因是因为 它可能 要求你很多事情 给你很多的限制 你可以做这个 你不可以做这个 可能 不可以的东西更多 right 然后你可能会必须要去有一个 特别的一些 表现啦 或者它有特别的一些形象啦 需要去顾 所以变成你有些东西 反而不能说不能做 right 所以未来小时天 我觉得找到工作的几率是大的 但是它相对于 就是开心的部分 它可能比如说 时数也是长的啦 你要工作的小时特别长啦 或者它需要你的 就是 可能有一些physical labor right 可能是你physical labor 像是需要你的身体 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 就是你知道身体力行 这种东西 或者 我可以举一个 我朋友的例子 就是 它 它现在找到的工作 还蛮好的 可是的确非常多的这种限制 这样 就是 就真的是 这一张牌一出现 我就 就是第一个 就是脑海里面出现的就是 那个 就是它 因为它现在的工作 就是一个 类似像那种 TV 卖东西那样子 但是呢 对 跟它以前的工作 相较来比的话 身体上面的东西 的这种 负荷 没有那么大 问题是它 有另外一种 身体上面的负荷是什么 对它的声音 它需要不停的讲话 所以 嗯 就是不同的 身体上面的负荷 所以 这张牌我觉得出现的话就是 我觉得是 但它做的东西 是他喜欢的 是他喜欢 他非常喜欢 而且这张牌讲的是 欲望 还有addition 是 你特别喜欢的 所以这个工作 我相信是你很喜欢的 所以你愿意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投资 或什么 但同时它也会 有相同的 在某一方面 你又会觉得它限制你 我的朋友的这一张 为什么我说 我就真的是 抽到这张牌 就想到那个人 是因为他很喜欢 他的工作 可是同时他又不想要 受雇于别人 他会很想要 有自己的 的这个工资 就是做一个自由业者 这样做同样的事情 但是是为自己工作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 现在有这么多的资金 可以为自己工作 所以他只能受雇于人 受雇于人的话 你就会有被对方限制很多东西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自己的schedule 也不能够自己 可以很自由的去调配 就是必须要 他给你什么时间 你就是要工作这个时间 然后他甚至他的那个工作时间 不是固定的 就是对方帮你schedule 他有的时候是一大早 有的时候是中午 有的时候甚至是要去做晚上的那个 就是他的时间是挑动是很大 可是他却没有自己的 就是可以去调配这样时间的能力 就是他必须受制于别人 所以这个这张牌是这个样子 所以未来小时天 我觉得你们找到工作的几率是大的 但是会有非常多的限制 而且是你喜欢的工作 真的 但你有可能真的变成一个工作狂 因为时数会很长 好未来小时天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 什么你现在 Wheel of fortune OK 这个是 参运的部分 财运的部分 6 of cups 9 of swords OK 未来七到十天 财运的部分 6 of cups 通常讲的是 而且他是另一位 你刚才看到他飞出来 是那个 Wheel of fortune 其实也蛮有趣的 因为Wheel of fortune 讲的就是一种 还有很多的 不停的在旋转的意思 就是有的时候你是在上面 但有时候你也会是在下面 所以这个 如果刚刚是Wheel of fortune的话 财运其实就变成 因为大众占卜 所以你们就要自己看一下 你现在目前的状况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财运不是很好的话 那马上会有转运的可能性 但如果你现在还不错 所以你可能需要有一点 未雨绸缪一点点 而是put away一些 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 6 of cups 应该是开心的 是高兴的 6 of cups 通常讲的你看 非常的好 Harmony 可是这边又有一个9 of swords 9 of swords 这个是有点是 它不是现状是不好的 可是它是因为 一直在担心未来的东西 所以可能会有一点担忧的状态 这个 所以 还有 保健牌的部分 通常都是有这个 破财的可能性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也要比较注意一些破财的部分 可能之前的某一些东西 可能之前的某一些东西 也许是 maybe是坏掉了 但不见得 但是应该是 你之前的某一个东西 也许你为了要去修理它 或者是你要去维护它 让它可以在未来的时候 可以同样 你可以继续持续的 保留 持续的 拥有 所以你必须要去 维护它 可能 因为这个样子去 有一些支出 有一些支出的部分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种破财 那还有一个 Six of Cups 通常也会讲的是一种 以前的玩伴 当然逆位的时候 也有可能讲的是未来的一些东西 但不管怎么样 Six of Cups 一些过往的东西 或者是曾经的人事物 所以你可能会比较花钱 会是在这一个方面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条十天 是不是适合做投资的部分呢 投资的部分 又是 Six of Cups 逆位 保健期 我们讲过了 只要出现保健在财运的部分 都不是特别好 而且又是七号 保健期的部分 未来七条十天不太适合去做投资 OK 如果你想要一个建议 想要知道的话 未来七条十天不太适合去做投资 那保健期虽然它是逆位 所以有可能 你不太会被欺骗 如果被骗的话 应该很容易就会被拆穿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说这张牌 通常保健期讲的也有一个意思 是去做一些planning 计划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与其去开始投资 而不如先有一个好一点的计划 以及你有一个目标 你知道我到底想要怎么样子去分配我的财富 然后以及我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是什么 而不是盲目的去做投资 大家都投投资 所以我也要做这样子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这个是不适合 OK 这个是最好先做计划 未来七到十天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爱情的部分 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我们不看另一位 You deserve love 你值得被爱 未来七到十天 单身的朋友 你值得被爱 所以你要相信你是值得被爱的 OK 你要相信你是值得被爱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身边 我觉得抽到这张的一个message 就是你身边应该有非常多的人喜欢你 OK 但是也许你对自我的感觉并不是那么良好 你会说 哈 真的吗 不是吧 之类的 但是 No 你是值得被爱 而且你是非常可爱 You're adorable You're lovable 你非常的可爱 所以你身边应该是有很多不乏对象 只是看你要不要接受而已 好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暧昧的状态 暧昧状态有两张牌 一个是healing family issue This could be the one 对方有可能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或者是 我所谓的真命天子就是 对方是的确很喜欢你 或者是你的确是对方的菜 所以不要太担心了 那么healing family issues 也许目前还会维持在一些 暧昧的状态的关系 也许有可能是因为他有一些家庭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曾经的一些家庭问题 造成他现在心里面还需要有一点点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能够缓一缓 然后让他去就是给他一点点空间 让他慢慢的越来越认定在这段关系里面 所以暧昧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 但是其实你是他的菜 然后他应该也是你的菜 你们看一下哦 到底是哪一个状态 好 未来七号十天我们来看一下 嗯 稳交的 OK 稳交的 forgiving and learning OK 未来七号十天还在 稳交的话 有可能对方做了什么 或你做了什么 那未来七号十天就是原谅对方哦 right 而且每一次的这种 我觉得啦 OK 吵架或什么 有的时候是增进感情的一种 因为你就会知道 哦原来这个是你的地雷哦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我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你们会更认识对方更多一点 然后如果真的你有之前有些什么不愉快的话 就先原谅他 然后而且双方都更了解彼此以后 就不会再犯同样的一个错误了对吧 好 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 呃 单是 呃 就什么 分手断联 OK 分手断联的群组 OK 分手断联的群组 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 嗯 你现在如果走不出来的话哦 走不出来 就是你是分手断联的状态的话 你走不出来 未来七号十天这边写的是Let your friends help you 我觉得他的意思不是说让你的朋友帮助你去复合或复联 而是让你的朋友帮助你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走出来 所以抽到这张的话我反而会觉得复合复联的几率 未来七号十天是比较偏低的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让你的朋友帮助你多去跟朋友相处 hang out 不要一直处在比较低迷的状态哦 那等你的这种能量是比较开心的健康的 也许你就会有新的恋情 或者是也许旧的人真的会回来也不一定哦 好哦 这个就是给三号排座的一个解排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排组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在未来七到十天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你们哦 OK 第一个我们来看工作 如果你现在是上班族的话 工作运未来七到十天怎么样子呢 哇哦 OK 三张 OK 第一个是Full 然后是Sun 然后是Tower Holy cow 三张都是大牌 未来七到十天四号排组 有大事要发生了 OK 有大事要发生了 OK 第一张 我刚刚没有注意到这两张哪一个是先出来哦 但是最后一张我知道是Tower 嗯 Full 跟太阳 太阳当然都是非常的开心 高兴 然后一切都非常的美好 然后Full 这边有可能会有一些需要你去做一些 比较大胆的尝试或者是冒险的部分 所以勇敢的去去开始去冒险去尝试 我觉得会还不错 但是要比较注意哦 这边是一个Tower 什么Tower 毛巾Tower Tower塔 OK 塔牌的话通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状况发生 所以 嗯 我觉得总而来之后 因为都出现了一个太阳牌 应该是还不错 但是 因为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尝试 不是你熟悉的部分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 会出现在未来七到十天 所以你们可能要比较注意一点 但我觉得还是能够 嗯 嗯 就是至少可以从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 right 然后 嗯 而且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怎么知道呢 right 所以未来超时间在工作上面 需要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 不要 就是 怕 然后就 就 就 呆在这种 安 舒适圈 安全的地方 嗯 那么你 相对来说 这种开心的感觉也会 没有那么的大 那么的多 对吧 我觉得去大胆尝试做一些 即使是失败 或者甚至有些突发状况 但是你这种中可以学习到很多 我觉得那种的满足感应该是非常高的 非常好的 但是我要讲一下哦 太阳一直有一个讯息 他要跟你讲的是 太阳这边有的时候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棒 但是实际上其实是有一些一些状况的 所以你大胆做一些尝试的时候 你同 你同时也必须 要相对的 有些小心翼翼 而不是只看表面上面的一些东西 ok 不要只看表面上的东西 你可能要想的再更深层一点 嗯 更更多一些 ok 然后去大胆的尝试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7到10天 哇哦 哇又是两张大牌 哎 4号牌座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学生哦 学生的这个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嗯 一个是lovers 一个是empress 这是难道要谈恋爱了吗 学生 你们是如果还在学上课啊 学生啊 学业啊什么的 出现empress 叫lovers 这是要谈恋爱了呀 你们不要让你们的恋爱 你们会不会 这个是不是恋爱会影响你们的课业啊 或者是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在班上啊 或者是恋爱的就是恋爱对象 会出现在你如果去学习的这个这个 场所里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你非常的热爱你的学习 这个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哦 OK 你会你就是遇到了一个非常棒的empress 非常棒的老师 或者是mentor OK 帮助你的一些师长 然后会让你特别喜欢做这个 就是你学习的这个部分 还有lovers 因为它是双子座 所以跟学习有关 OK 还有lovers 这张牌 因为是双子座 它也代表的是有两条路要选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选到这一组的话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 也有可能你会出现了 要抉择的状态 OK 你们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跟一个抉择 empress这张牌 也有可能是跟工作 因为精心 不见得一定是爱情啦 刚刚我讲的有可能真的是爱情 但如果也有可能是这个工作的部分 你必须要去开始做一些抉择了 那也有可能 如果是跟爱情 也有可能会出现两个对象 你们要去做一些抉择 你们自己对应看看哦 OK 好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找工作page of wants very nice 只要出现page 都是有一些offer在的 OK 这边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 活跃的 OK 开心的热情的一个 一个offer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要找工作的几率 找到工作的几率也是挺大的 而且我觉得这张牌 因为出现的是全照嘛 开心的 也是一种开心的 你很想 你会很有活力想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OK 好 未来七到十天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9 of coins 这个是我就是准备要讲的是那个 因为你知道我讲东西跟我脑袋里面在想 我嘴巴有点比较慢 OK 这是你的未来七到十天的财运状况 财运状况 财运状况是9 of coins 非常能够自给自足 财运状况非常好 非常不错 是丰盛丰裕 然后是满足的状态 然后也是足够的状态 是一种足够的状态 你想要的这种开支开销 都是可以绰绰有余 非常的宽松的状态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是这个 投资的部分 投资的部分 6 of swords 平静平和 唯一好的的一张 保健里面唯几个 OK 只有几个是好的的 拍出我这个保健6 我觉得现在市场是比较 对你来说 OK 你的部分 市场感觉还 就是那种纷扰的状态 其实是已经过去了 所以现在还蛮平静的 所以看你了 通常其实比较平静的一种 市场的话 比较不太适合去做那种很高危险性的 那种非常风险很大的投资 但我觉得可以去走比较保守路线的一些投资 因为这种是可以去走细水长流行的那种投资 所以你们看看咯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小时天 如果你们是单身的朋友的话呢 OK 单身的朋友 我刚刚讲这个其实是适合做投资 但是我会建议你们走比较长远的路线的那种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单身 单身朋友是religious factor your love life is influenced by your religious upbringing and spiritual path OK 宗教理由或宗教的原因 单身的朋友们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跟你的信仰啦 跟你的长大的相信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会有一些冲突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也许你会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 这样子的人特别有趣 特别的能够激荡出一些东西 但对有一些人来说就是 你跟我的信仰完全不一样 有点排斥 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个 就是跟你成长背景啦 或者跟你 的一些 也许是 我所谓的可能 观念 来价值观 或者是 你信仰的一些东西 相信的一些东西 可能会有一些些 出入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嗯 这个不是说你会脱单 只是会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对象 那要不要你要不要脱单 就看你了 OK 好未来期待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 对方有可能还要跟你的finance的部分 也是有一些关系的 可能 也许会不会是在工作上面 遇到的一项 这样的对象 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 是稳交的 不是稳交的 嗯 暧昧 暧昧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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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讯息呢 暧昧的迅速 来咯 release your ex ok 暧昧的状态哦 有可能你们有一些过往的一些事情 不见得真的一定是前男友前女友的问题 或什么前妻前夫之类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你们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小时候啦或者是在感情路上发生一些东西 可能会影响你们现在对爱里面的一些 嗯 投入 所以你们现在会处于在暧昧的状态里面 所以未来翘十天 我觉得出现这张牌的话 你们可能还是会维持在暧昧的状态 主要是因为 还 没有信心或还 还 有一点害怕 去 进入一段关系里面 right 就是深深的进入 一段关系里面 现在觉得有暧昧这样子 还有保持一点点自由的感觉 其实就是比较好 不会完全的迷失自己 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稳交的话 你们的 稳交 Worth Waiting For OK 一号牌组也抽到了这张 我们来看一下Worth Waiting For 什么 要等什么 OK Worth Waiting For 什么 因为稳交的话 你们已经稳定交往 可是正在等待 等待什么东东呢 等待 等待 等待Trust 等待Honeymoon OK 也许你们对对方 还有一点点这种 信任感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要 你应该要用 就是慢慢的去相信对方 OK 用时间来换取信任 有的时候真的 我们要认识一个人 的确是要花时间的嘛 所以也许你现在还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信任他 但是这个信任度 信任感可以一天一天慢慢建立 所以这个 那我觉得对方 出现这张牌 表示对方是值得你 值得你去等待 那你可以慢慢的 建立你们的这种信任感 还有Honeymoon 也许你们现在很想要出去出游 去玩 但是时间还没有办法 可能凑在一起啦 或者可能也许是不是 钱的部分啦 还要再存啦 什么之类的 但是Waiting for 一个Honeymoon 所以你们可以赶快 未来七小时天 你们要不要去好好的聊一聊 是不是要去度个假啊 什么的 OK 我觉得可以让你们的感情更好 更棒 度个假 OK 可以去聊一聊 什么时候可以来一起度个假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小时天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群组哦 分手锻炼的群组 分手锻炼的群组 哇哦 太多牌了 分手锻炼的群组 哇哦 soulmate 分手锻炼的群组 嗯 出现这张牌五 未来七小时天 当然有可能复合复联的几率是高的 但是 你不能复合复联的几率是高的 如果他没有 你没有复合复联在未来七小时天的话 对方跟你的确是有一个蛮深的一个连结 跟一个关系哦 那所以 你给 可能再给他一点时间咯 嗯 再给他一些时间 嗯 你们 这张牌 也许的确是 呃 见面啦 认识啦 谈恋爱啦 等等的事 是注定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部分哦 那你可能可以从 互相里面学习到很多 那 这张牌我刚刚讲的 未来七小时天有可能是 的确有可能可以复合复联 但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的确是 非常 是一种 很有心有灵犀啦 真的是 觉得对方就是那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哦 那我觉得 时机对了 你们现在就是有缘无分的部分 等到你们有缘有缘的部分 就能够重新在一起哦 所以你们 就是 耐心一点点等待哦 但未来七小时天 是有机率的哦 OK 好这个就是给四号牌座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想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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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